好 感谢 大家好 我是Ernest 拖了一点点时间 没关系 这是一个开源与直雅的一层鬼 希望透过故事的分享 给大家一些灵感 不一定要照着这些事情做 我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 实作上可以怎么做的方法 会在后半段的时候分享 前半段大家就当成听故事来听 我之前是CostCop的销售组的组员 这是2014年的时候拍的 应该有那个形状吧 身为销售组员 我很喜欢拉赞助 所以今天是有干爹的 AWS有赞助行李吊牌 因为我的3点10分那一场是 分享海外参加conference的 所以这个行李吊牌 有符合那个主题 所以待会有一个QR Code 大家帮我扫描一下 因为干爹比较 有录影不能乱讲话 干爹会需要填一些资料 大家知道意思就好 这边这几张照片 我们就先快速带过 后面我们再来认真分享 它是怎么发生的 我的本业是做健身器材 今天各位是主角 我是把故事带来的人 帮大家梳理一下说 发生的这些事 它跟开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的最一开始是从分享开始 我想要把一些资讯分享给大家 所以故事就回到了2004年 这一年大家都已经出生了吧 好可以可以 这样我安心了 故事就可以继续走下去 2004年2005年 那时候Facebook和YouTube刚出来 所以大家想一件事情 iPhone那个时候还没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只有 没有手机 所以就是笔记型电脑 或者是桌机 所以大家回去查 那个Cose Cup 空一格桌机歌 现在就可以查 然后你就会看到 当年是有人搬着一台桌机 放在座位上 参加Cose Cup的 桌机歌 现在就可以查了 2006年AWS才出来 那时候才只有S3跟EC2 然后iPhone2007年才出来 所以是那个年代 帮大家拉到那个年代 大家可能在查桌机歌 那时候我还在学校 就跟大家一样 是吧 大家都一样 我们就跟大家一样 在学校 那时候我参加的社团是ISAC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玩一些 参与一些跟海外交流的事情 但iSAC今天不多题 我们今天题开源 所以我那时候参加的社团 就是MOS TW MOS Zilla在台湾的社群 那那个时候的主力的产品是Firefox 所以那个时候Firefox 1、2、3 每次新的版本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台湾办 Firefox release的party 像这样子 就是有一只火壶 然后这里有一个大蛋糕 然后这是社群朋友拍的 O3拍的 好 然后就拍了 我们办了很多届 这位在现场 毕业之后就很幸运可以进去 这个护国神山 贡献一下心力 所以等一下大家有机会的话 我们留下来可以聊一下 为什么TSMC的这个T是小写的 有个故事的 那那个时候服务的是 去做制程整合 所以也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开始要习惯说 我学习的领域 就会开始要跨领域了 然后当年也是有 像这个听起来 就是最后会做出一个小晶片 那这个小晶片 跟大家在玩web的时候 一样都是有分front end back end 我今天有带一个小晶片 大家可以传 我从这边传下去 这个白色的 透明的这一块里头 有个小晶片 大家可以传下去 那个晶片的大小 倒不一定是 一定长怎么样 但是它会在被封装之后 才变成一个一个 可以被安插在电路板上的 这个模组 或者是晶片 摸过看过有个感觉 要不然每次我们都活在 很软体的世界里面 但其实有一些基础设施 是要先建立起来的 好 那故事就从Cost Cup开始 这时候就开始 逐步的启蒙说 一开始真的不太了解 什么是开源 那就一步一步去参加活动 跟人家聊天 慢慢的去理解说 可能是长这样 也有可能长另一个模型 各种模样 各种模样都去试试看 所以我记得我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任务是帮某 某TW的社群的朋友送早餐 然后我就结束了 就没有来Cost Cup之类的 后来好像还是有来 然后后来就发现 很好玩 那个时候才300人 还是600人的那个时候 然后后来送完早餐就发现 很好玩 然后有一年要跟Ganglun Asia 要合办 然后就缺一个讲英文的 我那时候就举手 就虽然我英文也蛮破的 但是就有练习才有机会进步 所以我就举手说 好那我当外交官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后面又再接着做 要把Cost Cup卖掉 好那我就去当销售组的那个组员 然后后来又玩到 玩了一下组长 那帮忙建立这些制度 好那因为玩的 都是偏Mozia这个系的 所以Mozia相关的一些活动 也有逐步去参加 所以像我现在是 AWS Hero的那个program 然后当年 12年的时候参加的是 Mozia Raps的那个program 所以就可以跟总部 有比较多的互动 直接性的互动 你可以问他问题 比如说问说 Firefox为什么要这样子规划 为什么这个功能有 那个功能没有 就可以比较深度的交流 那以前就会是自己闷着头 自己在自己的电脑上 看文件啊 然后想东想西的 可是可以跟人交流 这是一个分享的源头 那像Cost Cup 一开始的逻辑就是 我们要把coder user跟promoter 这三种角色 拉在一起 然后让大家可以交流 而且大家的这个成分比例 像刚刚有提到Bomb表 那个成分比例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在社群的时候 我可能promoter的角色比较多 但我在公司的时候 可能我的角色是coder比较多 那我下班之后 可能我是user 那我用一用觉得 哎不错 那我就到社群 跟大家去promote 介绍所有这样子的 软体或产品 开源的这个产品 然后像这个是摊位 像今年是在3455楼有摊位 记得抽空去逛一逛 不一定要只带在这个 一层里面 好那是 这是当年的盛况 四元分享Linux container 然后大家看一下 那个时间序 2013打客刚出来 然后Cost Cup 就马上就有人分享了 所以会蛮快就可以接触到 一些新的资讯 在当年 现在你可能手机一滑 就有这个新资讯 但是在当年是 不错的交流的地方 然后这是有机会去邀请到 不一样的国际讲者 那这也是在参加 这个Cost Cup销售组的 这个因缘机会之下 可以参与各式各样的 讲者的邀请 好像这一次是要到了 这个AWS的其中一位VP 这个很和蔼可亲的老爷爷 他叫Jeff Farr 哦 桌机哥在这里啊 大家不用Google 好 等一下的那个闪电秀 记得去抢一下位置 当年我们的王牌主持人 这个CC 他那个YouTube的上面 应该还有一些录影 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好玩的事情 在Open Source的这些Conference里面发生 然后也因为自己把时间拨出来了 跳进去玩玩看各种的部分 我一下玩MOS TW 然后每个礼拜会有一个聚会 然后一下玩这个Cost Cup的销售组 或者是外交官 那像以前没有外交官这个职位 就进去举手说 那我来试试看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就举手 然后大家讨论看看 大家觉得不错就去试试看 那我那时候就是 很想要分享 但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 那累积了十年 终于有东西可以讲了 所以当年我其实就是抱着一个心态是 那我帮大家建构出一个 可以分享的环境 比如说Cost Cup 那大家就可以充分在里头分享 然后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就可以慢慢听啊慢慢学 这样子的想法 好 时间就继续往前走 接下来蓝牙出来了 蓝牙的省电板出来了 Instagram现在才出来 然后iPhone 4S 是第一只手机开始支援蓝牙4.0 BLE 所以接下来就跳进去 要在职场上要工作了 之前在TSMC嘛 做出来就是那个传来传去的镜片 还有在传吗 好 就那个小小的镜片 那后来做完镜片之后 觉得不太够 所以我后来就跳去做传统产业 做这个健身器材 健身器材那时候遇到一些麻烦 比如说它得要转型 所以这是大概应该是 10年09年那个时候 那我碰的是室内的健身器材 就这样运动的 跑步机啊脚踏车 或者是欧洲人喜欢骑脚踏车 但是它冬天外面滑雪 会下雪 所以它只好在家里 把这个后轮架起来 那当年还有没有人记得 这个这条线 它有30条线在里面 所以我们都会叫它30pin 所以就是现在的Lightning 或现在的USB-C 在当年叫30pin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任务就是 去在这个红点点的地方 让这个30pin可以接上去 接到我们的手机 然后就可以把运动数据 传进我们的手机里面 然后再上云端 这是当年在学习 在玩的这个产品 那后来有线总是比较麻烦 那加上蓝牙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去想说 那既然我们做运动的 那那条线能不能省掉 加上那条线其实还蛮贵的 然后还有录音 还要缴一些钱 给伟大的这个 所以我们就往蓝牙靠拢 那时候还有另一个起因是 我们开发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还在学 那一个年代就是买一个家电 或买一个硬体 就要搭配一个APP 一个APP只能控制一个东西 所以跑步机 或者A品牌的跑步机 你就要download A品牌的APP 然后B品牌的 比如说冷气机 你就要再download B品牌的APP 所以其实使用者手上 会有一大堆的APP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那这样子不行 我们就去把我们的通讯协定 丢去蓝牙那边 变成一个开放的协定 那这个想法的思路 也是从开源的逻辑来的 开源的逻辑 其中一部分就是 我把我的source code放出来 大家一起来编修让它变进步 比如说修掉职安的问题 或者产生不一样的想法功能 那我们那时候也是这个想法 就是说 健身器材里面的这个通讯协定 不能只有我们家有 不能只有我们家会做 的确那时候 不多厂商会做 然后常常客服电话 会打到我们 我们服务的客户的 那个办公室里面去 就有点神奇 大家当时就会觉得 好像可以连线的 都是我们家做的那种感觉 但是发生在产业内的事情 所以大家平常 比较没有这个感觉 好 那就去玩了这个蓝牙 像这个是其中一本 那个书的作者 然后去conference的时候 有遇到他 就像那个 见到偶像一样 这样子 然后也因为做了这些 蓝牙通讯的 协定的这个规格定制 所以有机会就顺路 去听听不一样的conference 然后听说当奖者 就可以免掉 一千多欧元的门票 那就当奖者啊 然后就举手 所以我常常会去举手 然后那我就可以 帮公司省下一些资源嘛 然后帮公司省下一些资源 就可以换到 半张机票之类的 那我就会顺路经过 好几个地方 然后就可以换到 一张机票 那个概念大概是这样的 那细节我们就到3点10分的那一场 来介绍 好 所以这是 都是为了出去走走 然后听听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换换免费的机票 老板 谢谢老板 是这个概念 然后后来还是有一些成果的 就我们还是有参与了 制定了这个健身器材的 这个蓝牙的通讯协定 后来有被放进去Apple Watch里面 所以如果你去用Apple Watch 连线某一台 那个有触控萤幕的健身器材 那里面用的通讯协定 就是我们团队有参与到的 好 时间继续走 好 这时候来到了1416年了 比较近代了 Apple Watch出来了 好 所以那个时候 也有机会参加Apple的一些 早期的Program 帮忙做一些测试 因为当时我们算是少数几家 我们主要服务二线厂商 那一线厂商也 也不会超过一只手指头 好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帮忙 做一些测试 好 所以第二个主题 那个时候练习的部分 就会是打造这些解决方案 然后去实际的解决问题 那时间就继续走 就时间走得很快 这时候应该小朋友已经出生了 那因为我们处理的是大台的跑步机 大台的脚踏车 所以后来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是 比如说我们去找那个蓝牙晶片的厂商 大家都说我很省电 然后我很小很快 但是我们都会跟他说 但是我很大 我不缺电 我要插电 怎么办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 那我们要去参考一些比较大台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汽车的产业 或者是某些比较大型的 嵌入式工具机的这种产业 所以就跑去听看看说 那去open source的厂值 然后它有一些side event在旁边 那其中一个是跟嵌入式系统有关的 我们就去听看看 所以那个时候就去听看看 那这就切到主题三 就是我们继续要跟人继续互动 互动就是有聊天 有来有往 那有来有往 就有机会听到客人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我们把机器撒出去 我们做的是大台的IoT 然后可以玩到底头的软体硬体云端的这个整合 然后我们也可以自己定义我们的产品 那主要的出去的市场就会是欧洲 那出去之后 一开始我们就只有做器材 我们就做这个 那下半身其实台湾的产业很强 所以我们就跟台湾的产业一起合作 我们做头他们做身体 然后我们一起组装 然后出去卖到全世界 那我们主体是在欧洲市场 那卖的还不错 就是这个健身器材的表头 绿绿的这个 那欧洲就比较古色古香嘛 这个房子里头 那后来健身房老板聊聊聊 聊到最后他们就说 你们能不能串到我们的健身房管理系统 你们能不能打直播 你们能不能干嘛干嘛干嘛 所以周遭的一些软的服务 云的服务就得跑出来 所以是这样子连起来的 那既然要玩云 那当时其实最早的时候 就开始玩S3 EC2那些 后来到了差不多这个阶段 就开始比较认真的玩 因为客人开始问了 那我们要去回应 跟提出解决方案给客人 所以我们就开始玩 那玩着玩着就 就Cost Cup的那个热血魂又上升 所以又去举手说 那就会常常分享一些 跟AWS相关的知识经验 然后最后又荣幸参加这个Hero Program 然后就被赞助 又有干爹了 那就可以去参加这个 在Las Vegas一整周的开发者大会 AWS的开发者大会 那又可以再看到不一样的场景 人家是怎么进行这些教育活动 销售活动 然后摊位跟摊位之间 有哪些举办的逻辑 所以在这个场景下 我们就开始继续理解 这个商业世界到底怎么发生 但今天介绍就比较偏向是 从自己出发 从自己的这个 从Cost Cup开始 然后怎么参与到这个商业的世界 然后未来有些idea 接下来要往商业的世界挑战 所以有些idea可能会在美国发生 可能再过十年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是一个 很简短很快速的跳跳跳跳跳 把一个 因为30分钟而已 所以我们简单看过有一个这个概念 那如果后续我们有 想要再继续聊 深聊的 没有录音的聊的 我们都可以再继续再聊 或者等一下一起吃个饭 那常常对有人问说 每次Earlison讲完都好像是很杂很乱 那我今天就分享一个小工具 是我们的同事们 或者是我的学弟妹 有的时候可以用的 所以如果听了之后觉得 这一类的分享跟跨领域的学习 你是有兴趣的 那我们那时候用的小工具 就是第一步会先去把一个工作流程拉出来 那这工作流程不一定要长这样子 这是一个范例 但你试着把它抓出来 最多就是三到五个步骤 适合你自己用的就可以了 可能你的学校科系适合 或者是你的工作的场所领域适合 或者像我因为要跨好几个地方 就还是会有那种side project 所以我就想要练习找出一些比较通用版的 这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在用的这个通用版的 然后接下来就把它展开 那展开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 因为我早期一直觉得说 比如说在看文章 在看某些资讯的时候 就会觉得只有一个观点 所以后来就开始养成说 好那就算我要去解一个问题 我也要练习从不同的观点去看它 所以这条线我没有画箭头 你可以从后面这样看过来看这个问题 你也可以在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让它尽可能的发散 发散完之后你就会发现 还可以再更发散 这跟那个小行星带很像 所以你实际下去做看看的时候 在解问题的时候 它就会分得越来越细 所以就很像说 我一开始去玩Cost Cup 然后我想要帮忙做销售组 然后去销售的过程当中 就会发现有各式各样的赞助商 然后每一家赞助商在不同的 他的公司的不同的营运的阶段 他要换到的东西可能会不一样 有的人说他要有演讲 要换Kino 有的人说我只要有摊位 我不要有Kino 所以就会有很多商业上的学习 做资源交换 最后通常就会产生一些解法跟思路 我会把它画成框框 我的意思是它是被我们整理过的 可以跟其他人分享的 有点像那个 比如说我们去参加conference 有时候是去吃buffet 然后自己捞自助餐 然后捞到一个大盘子上面吃 但有的时候就是 跟下一个session可能只差15分钟 那我们就会去领一个午餐盒 然后带着走 所以这个解决方案就是一个带着走的东西 然后快速地分给大家 然后大家都可以再拿回去再试试看 然后我会蛮鼓励大家一定要每天都要动手 去做看看这些事情 要不然那个跨领域没办法发生 比如说我去玩一下软体 软体玩一玩 我去玩一下硬体 然后就会发现 硬体跟软体之间 可能还要有driver的那一层 要有作业系统的那一层 在中间动手之后 你至少让它通了一次 那你才会有机会再去做扩充 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 好像这几个是很常用 然后通常会动 那就会变成你自己的经验值 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 走过去的时候的这个黄色 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也不是平行时空的概念 而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东西会 产业不同或者变数会不一样 好像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在很早期 这是十年前 做雷 那时候蓝牙刚出来 蓝牙4.0刚出来 大家都还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 好 我们做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装在那个脚踏车 不是有那个转转转的那个驱柄吗 我们只是装在那个驱柄上 给它这样子转转转转转 所以这上面只有装两个东西 已经十年前了可以讲了 好 这暴力 没有啦 一个就是装蓝牙晶片 让它可以连到手机 然后另一个就是装一个陀螺仪 就是现在手机上面 都用那个SYZ轴 可以你在转的时候 我们就只是这样子 然后转到上面就是Y是大于零 转到下面就是Y小于零 然后Y大于零 Y小于零 加一加一加一 大家会不会 好 就这样 你骑脚踏车你会 骑骑骑骑骑骑 然后突然这样子吗 好像也不会 所以我们只是做加一加一加一 然后把它送到手机 那后面就会长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们做出来了很好 可是要怎么卖掉 又会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所以前面会运用我们的热情 去想要学到一些知识 然后运用我们的热情 去参加一些开源的活动 或者在开源的社群里面 做出一些贡献 然后我们就会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学到了之后呢 你就回家坐坐看 坐坐坐 我只要这两个东西凑起来 就可以干嘛干嘛干嘛 凑起来之后呢 你拿去市场上面慢慢看 诶 有人要买诶 好 卖 然后最后你又可以再回到开源社群 说我当年怎么怎么怎么做 所以有哪些哪些事情 可以再继续发生 所以在未来 它不会再发生一次 这种蓝牙的东西 它可能会是AI的某个东西 然后又可以加一加一加一 那你就可以再去逗一个东西出来买 所以刚才很快速的浏览的 三个主题 从分享的这个初衷开始 然后打造这个解决方案 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不要解决假的问题 就是那个假议题 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练习可以识别出来 那你就可以进到跨领域的这个 累积实物的经验 那做出东西之后 继续的从客户那边 使用者那边沟通互动 然后挖出它到底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到底有没有解决它的问题 然后练习去把问题定义出来 那建立主轴 然后展开这个维度 然后每天动手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把这个经验会累积起来 那像刚才我会先提 这边大家可以先开始准备 这个干跌的动作 所以我刚才会先提建立主轴 是先把自己的那套工作流程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 你才有机会展开 不然很容易在展开的过程当中 会迷路 会迷思自己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是谁之类的 的这些问题会跑出来 那有了主轴之后 不代表你不能修改那个主轴 而是你有的主轴 你去展开维度 然后你每天去做一点 做一点 回头 要嘛就去修正你的维度 要嘛就去修正你的主轴 所以我的主轴 不是十年前 二十年前就长这个样子的 是我现在在用的主轴 现在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展开维度的速度会比二十年前的我快一些 所以这是平常都有扫描了 我去切下一页 那大家就继续听故事 然后因为还有一分钟就多讲一个bonus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听人家的演讲的时候 我会去区别 类别 那我 近几年常用的一个区别类别的方式是 演讲者他是分享他的how to 怎么做 还是how I 我做了怎么 我怎么做 这两类会有点不一样 那这两类 对应到我们写程式的世界里面 我就把它定义成 很像我们在写那个物件导向程式 有class 我们定义了一个class 那这个就是how to 怎么做 这个物件 比如说这个物件 滑鼠 它就只能滑滑滑 然后要在一个平面上面滑滑滑 这是how to 那how I 是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的这个过程 然后它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个决定 在下一个时间点做下一个决定 这是how I 那how I 对应到这个 我们的物件的世界就是instance 一个一个实际长出来的instance 比如说 就这样 不要再讲太多 比如说 大家拿到那个概念就好 那我后期就会一直尽量去找how I 的分享 因为how to 我已经累积够多的知识了 再累积下去 它的那个边际效应就 就很低 我就觉得一直我在看 重复的资讯 所以我就会开始喜欢看how I 然后从how I 里面去找 有没有什么机会点 那再从里头再去 再去玩一些东西 好 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然后如果有人有填完干爹的 那个问卷的话 等一下都可以 我还有下一个一层吗 好像没有 好 好好好 那我们就可以凑在这里 聊聊天跟领干爹的小礼物 这个心理调白 有问题也都可以 现在可以问 或者是待会到台前来问 那我先把主持放交给主持人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张德的